各位澳财网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今天的澳财友到 我是高松玉 来自中国的投资人 花6500万澳元 是收购了在卡恩斯的Regis的酒店 这是近一段时间来 又一个相对 是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 酒店交易的这样的一笔案例了 那么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 那么这一笔的在发生在卡恩斯 也就是昆士兰的一个酒店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同时和大家分享一下 近期我们看到澳洲整个的酒店行业的一些发展的动态 根据最新的新闻所看到 来自于中国的商人霍振祥 是花了6500万澳币 从马兰西亚的上市地产开发商Mofa 手中买下了这个位于卡恩斯的Regis Aspland 这样的一家酒店 这家酒店其实是在去年的7月份就上市进行销售了 当时的挂牌价格是7000万 后来最终是以6500万完成了这笔交易 不过这次的交易当中 马兰西亚的商人公司Mofa的确是赚了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在三年前这家公司以4230万的价格 买下了这间酒店 那么差不多三年之后 从账面上看有将近是50%左右的 这样一个年化的收益了 买家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是一方面是中国石油化工的巨头 霍氏集团的董事长霍振祥 和另外一位叫做董俊英的先生所共同所持有的一家公司 然后来收购了这次的这个企业 那么根据其实这个现象 这个事件本身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的来自于海外的投资人 是对于澳洲的酒店行业是非常的热衷的 我们也为您总结了一些近期所看到的 酒店行业整体的一些数据 首先第一份是来自于 Savis对于澳大利亚的酒店近期交易的 一份报告上的一些数据了 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 其实相比其他的资产来讲 地产类型的资产来讲 酒店在10年当中的整体表现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在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还是出现了上涨 那么尽管的交易量去年并不是非常的好 2018年的是交易量下跌了15% 但是可以看到 酒店的收益率从7%下跌到了5.5%左右 那么这个数据又意味着 其实酒店价格还是在不断的进行增长的 那么去年的2018年的下半年 酒店的这种行业的交易的金额 其实就已经基本上是达到了18亿澳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这个不同的省份当中 昆士兰依然是现在非常活跃的一个交易的地区了 那么基本上可以看到 昆士兰的交易的数量差不多要达到20%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金额 而海外投资人占据了市场交易的75% 达到2%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看到其实来自于新加坡 马兰西亚 泰国 然后中国香港等等地区的海外投资人 其实都对澳洲的酒店行业 其实充满了比较明显的兴趣的 我们在另外一份报告当中是来自于德勤的 其实也看到了关于酒店整体行业的一些发展的情况 整体来讲德勤是非常看好澳洲的酒店行业的未来的发展 一方面现在澳洲整体酒店的入住率是高达了80% 而且还在不断的增长 尽管在全国范围之内平均的房价现在是190澳币 但是像摩尔本和悉尼这样的地区 特别像悉尼其实房价已经基本上是逼近了将近300澳元 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价值 而且普遍认为我们现在的不论是入住率也好 还是租金也好 还是会继续保持一个整体增长的趋势的 那么这份报告也指出 其实来自于澳洲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旅游行业当中的吸引力 还是在不断的增长的 澳洲的游客数量不断的增加 因此酒店这个行业本身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摩尔本和悉尼这样的地区缺乏大型的新兴的酒店的开发 因此也导致了酒店的这个市场是非常的是炙手可热的 因此值得投资继续的关注 那么今天想和您讨论的 您是否会继续看好澳洲旅游行业和酒店行业的整体增长呢 您会看好哪个地区的酒店行业的增长呢 欢迎您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会在未来继续给您关注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情况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以诺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想要观看更多的澳财网视频节目 欢迎点击屏幕左边的播放列表 您也可以点击下方的按钮 订阅我们澳财网YouTube频道 获取最新的澳洲财经资讯和评论